影像的調整 剛我們透過開啟就檔 我們打開這張影像 這個影像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整體上來講畫面是比較沒有那麼銳利 感覺上是灰濛濛的 這個是因為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因為光線我們比較沒有辦法去控制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影像的調整 調整的區段1234 前面四項都是屬於光線的問題 這裡我們要看的叫色階 選擇色階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叫色階分布圖 我們可以看到左邊這叫暗部 右邊這個叫亮部 暗部跟亮部的地方分布其實上並沒有很平均 所以我們可以把暗部做一下限制 還有亮部把它拉過來 由於每一張的影像 它的色階分布並不完全相同 所以要用眼鏡去做判斷 剛調整了之後 你要看看你的畫面是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另外就是在這個地方 中間指你要偏亮或者偏暗 我們可以依照實際的需要跟目的 去做適度的調整 按下確定之後就完成了 這個案例我們是要來看一下影像調整 光線的一個變化 透過檔案開啟我們要的案例檔 開啟這一張影像 我們可以看到這影像的上半跟下半部 這兩個地方 它的光線差異比較大 那當然如果在實際攝影上來講 可以透過一些像是黑卡 或者是說 漸層減光鏡去做相關的控制 那如果沒有已經拍完了 那我們就必須要透過後置來處理 可以透過檔案呢 影像的地方我們這樣調整 那先前我們有看過色階 這地方我們看曲線 那曲線來講 事實上也是色階的另外一種形態出現 所以你可以看到色階分布圖 那原則上來講 這邊有一些亮部需要做修正的 我們也是把它修正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影像 那我們可以透過 在這個曲線上面 稍微拖曳一個點上來 讓暗部達到一個亮點 那當然我們在調整的過程中 會發現整體上來講都會比較亮 那如果說我在亮部不需要調整的話 我可以把亮部的地方稍微降下來 那暗部地方稍微拉上去 新增這個點的用意 主要是讓它的一個弧度變化 不會往上延伸過去 那在曲線的一個控制上 最多可以新增為14個點 那如果說你多餘的點 或者是說我不需要的話 請你往外拉 可以把它拉走 拉出去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一樣把它調上去一下 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可以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接下來這個案例我們要看 光線調整的一個曝光度的變化 那透過檔案開啟就檔 我們可以開啟 1-4 這一張照這樣影像 那這影像上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畫面都很暗 那很暗的方式呢 可以透過影像調整 我們看一下這個叫曝光度 曝光度是源自於相機的一粒子 所以你可以把曝光度稍微增加 那偏移量呢 你也可以做一下調整 注意到 調右邊整個影像會很亮 調左邊呢 OK 主要是要把對比 把它加上來 只要去做一下曝光度的修正 調一下 那Gamma 校正的地方一樣 你有需要做亮步 或者暗步的一個加強 可以稍微做一下調整 然後按下確定 我們就可以讓影像調整 照我們需要的一個亮步 那你也可以按下編輯的這個還原 我們做一下檢查 或者按下Ctrl Z 也可以比較一下調整前跟調整後的差異 我們正常指定 我們現在的音量 也會拍攝 是嗎 有嗎 有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